今年的古偶赛道真的是神仙打架 赵丽颖主演的与凤行刚刚收官 不知道大家都看得满不满意呢 不用担心 除了赵丽颖 各位85花95花都有着带播古偶剧 其数量之多 堪称古偶101 而且都是制作精良 非常值得期待的作品 接下来 一起盘点一下近期带播的几部古装剧吧 1.狐妖小红娘 备受瞩目的古装仙侠剧《狐妖小红娘》 月红片即将与观众见面 该剧由当红女星杨幂 与实力派小生龚俊领衔主演 堪称今年最具爆款潜力的剧集之一 故事发生在神秘的仙侠世界 讲述了涂山胡族的当家 涂山红红与东方家后人 东方月初之间的一段深情后裔 涂山红红身为胡族当家 不仅美丽动人 更心怀大意 以守护族人和天下苍生为己任 而东方月初 则是东方家的杰出传人 他英俊潇洒 智勇双全 与涂山红红有着不解之缘 两人的相遇 仿佛是天意安排 但历经种种磨难与考验后 他们渐渐相爱 为了守护彼此和维系两族和平 他们不得不面对重重困境 百转千回 历经万难 这段充满波折与感动的爱情故事 将带领观众走进一个 充满奇幻与浪漫的仙侠世界 狐妖小红娘 月红片不仅有着精彩的剧情 和出色的演员阵容 更通过细腻的刻画和精美的制作 展现了一个瑰丽多彩的仙侠世界 相信该剧一定能够成为 今年古装仙侠剧的一大亮点 吸引无数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2.长相思第二季 长相思作为2023年最火爆的录剧 其第二季自然备受瞩目 众多粉丝翘首以盼 期待看到更多精彩分成的剧情 特别是那些尚未播出的小说明场面 如《香柳抢婚》、《小妖与枪炫绝裂》等 更是让人心持神莽 难以抑制激动之情 第二季的故事究竟会如何发展 成为广大观众热议的话题 相信在播出之时 这部剧又将掀起一股热潮 成为一部瞬间引爆的现象级作品 无论是香柳与小妖之间 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 还是他们与其他角色之间 纷繁复杂的情感纠葛 都将给观众带来深刻的思考 和无尽的遐想 总之 《长相思》第二季 无疑将成为一部备受期待的佳作 让我们拭目以待 共同见证它的精彩呈现 三 庆余年第二季 庆余年第二季 无疑是广大剧迷 翘首以盼的佳作 其最大的看点 无疑集中在范贤这一核心角色上 范贤身世之谜的揭晓 不仅牵动着观众的心 更是剧情发展的关键所在 他与真正的父亲庆帝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 既有血脉相连的亲情 又有着权力与利益的博弈 庆余作为一国之君 自然有着自己的政治考量 而范贤则怀揣着对正义和真相的追求 两者之间的碰撞 无疑将引发一场激烈的较量 同时 范贤与监察院院长陈萍萍之间的关系 也颇为引人关注 陈萍萍作为监察院的掌权者 手握重拳 对范贤的成长和行动 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他们之间的合作与对抗 将为剧情增添更多的波折和悬念 此外 二皇子李承泽也是范贤不可忽视的对手 李承泽心机深沉 野心勃勃 对范贤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范贤在应对李承泽的挑战时 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信念 才能守住自己的初心 严冰云作为范贤的好友和盟友 在接下来的剧情中也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他与范贤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既有深厚的友情 又有着各自的立场和追求 严冰云的出现 将为范贤的人生带来新的转机和挑战 也让观众更加期待他们在剧中的精彩表现 四 念无双 仙侠剧念无双改编自知名作家十四郎的畅销小说 其剧情引人入胜 该剧讲述了神女无双 由唐嫣饰演 为了取回神界的宝物而下凡 目标直指 有胡族大祭司原众 由留学一全世 然而 在行动的过程中 无双发现事件背后隐藏着更深的秘密 随着调查的深入 两人不仅相知相爱 更携手共同拯救了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 念无双是唐嫣演艺生涯中的首部大女主古装剧 谈及唐嫣的古装形象 许多观众脑海中 首先浮现的便是那深入人心的 子萱 一角 其经典程度可见一斑 而在念无双中 唐嫣所饰演的角色造型大多清新淡雅 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清冷女神质感 她与留学一的搭档也备受期待 许多观众都预测 留学一可能会因这部剧 而音乐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 五 云秀行 莲花楼的热播让曾顺兮备受瞩目 而她的新剧云秀行更是备受期待 这部古装剧根据热门小说改编 讲述了洪家嫡长女洪秀丽 虽生活贫困 却怀揣梦想 成为私属老师 后来她受到萧太师的邀请 以贵妃身份入宫 辅佐国王子刘辉 子刘辉原本假装昏庸 但在洪秀丽的智慧和努力感染下 开始勤政并改革律法 让女性也能参加国事 最终 洪秀丽成为采云国首位女性官吏 凭借自己的努力 平定了个州叛乱 值得一提的是 云秀行与长相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都围绕着四位男主展开 更有趣的是 剧中的三位男主 近期都因各自的作品大火 曾顺兮凭借莲花楼展露头角 邓维在长相思中备受好评 而田家瑞则在云之语中展现出色演技 因此 网友们对云秀行的期待值可谓高涨 相信这部剧 定能为我们带来一场 视觉与情感的盛宴 六 永夜星河 永夜星河一剧中 虞书欣与丁雨昕再度携手 这已经是他们的第二次合作 起初 官宣阵容时 许多观众对这对主演搭档表示不满 然而 随着剧集的剧透逐渐曝光 越来越多的网友开始转变态度 认为他们与小说中的角色形象高度契合 纷纷表示对这部剧的期待 剧中的她本是一个不被世人接纳的怪物 不敢真面目世人 但如今 却有一人 除了姐姐之外 比她更靠近她的内心 她似乎拥有火眼金睛 总能轻易地看穿她的内心世界 她经常以冰凉的手倾斧她的额头 关心她的衣物是否足够厚实 询问她手腕上的伤痕从何而来 关心她赤足涉水过河 是否感到寒冷 她的内心在慌张与愤怒之间 却也对这份关怀生出了深深的贪恋 7.大风打羹人 2024年备受期待的录剧 《大风打羹人》即将上线 由当红小生王鹤蒂 与田锡威领衔主演 该剧改编自知名作家 卖爆小郎君的同名小说 将在腾讯视频读播 预约人数已突破百万 更在最近的腾讯星光大赏中 荣获最受期待作品殊荣 可见其备受粉丝关注 剧情讲述现代警察许其安 在一次醉酒后 穿越至古代 身陷如 道 佛 妖 数世交织的复杂世界 面临流放边陲的危机 许其安凭借现代警察的推理能力 在牢狱中找回失窃的白银 从此开启官场升迁之路 他在剧中饰演的打羹人 类似于现代警察 负责办案抄家 还需半夜巡逻打羹 许其安个性坚定 不受陈归陋习束缚 自成一派 在此过程中 他邂逅了田锡威饰演的林安公主 随着真实身份和穿越原因逐渐揭晓 更大的危机与挑战正等待着她 八 狐妖小红娘竹叶片 《一念观山》和狐妖小红娘竹叶片 是两部备受期待的古装仙侠爱情剧 前者以其豪华配角阵容 成为一大亮点 集结了众多实力派演员 包括刘诗诗 张云龙 吴轩怡 翟肖文 侯明浩 沈月 陈一琦 丁雨昕 张若南 孟子义 彭小冉和周杰琼等 他们的精彩演绎 无疑将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而狐妖小红娘竹叶片 则改编自妥小心在腾讯动漫连载的同名作品 讲述了一段跨越人妖界限的感人故事 在这部剧中 张云龙饰演的面具盟主王全红叶 与刘诗诗饰演的东方家主东方怀竹 在人妖势不两立的侍风下意外相识 当时 红叶失去渐心 以气道蒙险些被灭 而怀竹也遭遇了家中变故 几乎被忘恩负义的师兄霸占身体 为了安定局势 王全家决定迎娶出身东方民族的怀主 两人的契约婚姻 在日夜相处中 逐渐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九 朱连玉木 朱连玉木是一部大女主古偶剧 主演阵容强大 包括赵露丝 刘雨宁 唐小天 程磊和张丽等实力派演员 而该剧的一大亮点 便是《长歌行》中备受喜爱的浩烟 CP公主与钟犬的再度合作 他们在此剧中单纲主线故事 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视觉盛宴 故事以彩珠少女端武为主角 赵露丝饰演的这个角色 在彩珠场遭受领弱后 勇敢地计划逃离 在逃跑过程中 幸得诗人张静然的出手相救 才得以存活 为了躲避追捕 端武躲进了神秘速特人燕子精的商队中 刘雨宁则饰演这位颇具神秘色彩的燕子精 在扬州 端武凭借他高超的鉴赏能力 和独特的经商手段 逐渐在珠宝界崭露头角 打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然而 另运多舛 他意外地卷入了燕子精的生死局中 从此开启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冒险之旅 十 柳州记 柳州记是一部古装武侠剧 汇聚了长相思中的张婉义 和《我的人间烟火》中的王楚然等优秀演员 故事围绕聪明果敢的柳棉堂展开 他是养山的第一债主 然而在一次多方恶势力的围攻中 身负重伤 幸得华阳王崔行舟相救 然而 醒来后的柳棉堂却失去了记忆 勿将崔行舟认作自己的夫君崔九 两人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才智 共同开了一家瓷器店 不仅生意红火 还带动了镇上百姓共同开创品牌 随着故事的深入 柳棉堂跟随崔行舟一同守护边关 面对时局的艰难 即使他的秘密被揭穿 两人依然坚定地走到了一起 除非 跌摑 下达